今年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 在此,我仅向当年支持中国的广大非洲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愿郑重重申 中国永远不会忘记非洲国家的深情厚意 将继续秉持真实侵诚理念和正确毅力观 同非洲朋友一道 让中非友好合作精神代代相传 发扬光大